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受到高雄市政府跟消防局一連串的打壓 从调職到密集懲处 中间呢 经过了行政救济到司法的救济 从2014年开始的司法救济到现在 已经历史了三年了 那最后呢 很可惜的是 在高等跟最高法院 全部呢 都用程序审案 那什么是程序审案呢 就是他不就徐国老被密集懲处的 这事实而知申戒一一的审查 反而是只审查说 这个免职的门槛 18支申戒到底到不到的了 那就是说 他们司法不愿意介入调查说 为什么徐国老遭受了陈处 而直接的依照警察人民人事条例 去看说这个人他被记了18支申戒 这样子简单 而且粗糙的过程 我们是没办法接受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司法院 向大法官申请示线 那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是希望呢 大法官可以补充 四字第243号 去保障公务人员的诉讼权 那公务人员呢 只要认为你的程序 是有影响 除以影响你身份的时候 你都可以依这个原则去提起诉讼 那第二个呢 我们是希望大法官可以宣布 警察人员第31条 是违宪的 那是哪一条呢 就是当你遭到两大过的时候 在你还没有结算当年度烤机时 就会被立即免职的这个规则 这个呢 显见是对于警察跟消防人员 跟一般公务人员的差别待遇 因为在一般公务人员里头呢 他必须要等到当年度的烤机结算 而特别是到了12月的时候 他才能结算说 到底这个人他到底适不适任 这三年来历经了很多事情 那我们向高雄市消防局反应 他当然是无效 可是我们跟高雄市政府反应 那陈菊号称他是民主市长 可是事实上是 他也没有介入来协助处理这个问题 那我们也感到就是蛮沮丧的 那今天我们相信司法 因为台湾一直以民主法治国家自询 我们是法治立国 可是当我们公务人员 只要背上公务人员的身份 似乎就不介入 就不受法律的保障 这是让我非常不能接受 也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只要你是公务人员 你就没有任何劳动权利 那这样子我们台湾的公务人员 只要做错事情 或者是对或不对 只要长官 看你不爽 想要处分你 你就完全没有任何申诉的空间 这跟我所读的台湾的法律 完全是不对 不对等 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使我非常的疑惑 那就算行政法院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或是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 他们一直在说 这些都不是施法可以审查的范围 那我只问行政法院 一个问题就好了 一个高雄有被免质 是你们要整理审查的范围 为什么 这样 是因为我去密集联续层 就变得不审查 这也是非常奇怪 那我们请大法官 今天来做出公正的判决 保护一个公告 那其实这个案件呢 不只是涉及徐伍尔本人的原因而已 它其实是牵涉到 全台湾的警消人员的 公职权益的一个很大的影响 徐伍尔的免质案里面 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宪法争议 第一点就是 徐伍尔在42天之内 可以密集的 陈处了42支的 审介 依照我们现行的公务人员 保护罪法的团队 这个42支申戒 它是没有办法借 以一起行政度动的方式 来做救济 也就是说 在行政机关 计两大阻力情况之下 可以一起行政救济 但是在行政机关 一次大量的做出 数十支申戒的情况之下 却反而失去了 这个行政救济的机会 我们认为 这样子的法律规定 已经严重的 违反宪法导障 人民诉讼权的一个权利 这很重要的 危险的地方在于 法院大法官 298号警示 已经上到的行政宣室 但是对于公务员的 重大承除主分 是可以一起行政救济 但是现在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的行政法院系统 他们仍然去试用 30年以前就已经做成的 这个243号警示 而概括就认定说 只要是寄过 除分以下的这种程度 一代都不给予行政救济的机会 我们认为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有利要请大法官 当我们为 士兹243号做一种冲警 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的警察人员人事条例 这个部分 他的规定跟一般的公务人员规定 比起来 实际上是让警销人员 变成自己的公务人员 我们的公务人员 依照公务人员好几把规定 他们的奖程 年度奖程 用年度结算的方式来做处理 但是警销人员不一样 在座的各位警销人员 警销朋友 你们只要在年度中间 一旦满18支申戒 你们连救济的机会都没有 会直接被民主 我们认为警销人员的 警销人员实际13行早的规定 已经严重的 侵害了警销人员 服供职的批诊权 因此就这个部分 我们也希望 大法官可以救 警销人员的服供职权 为我们做一个 线材商务的服供职 我今天要来谈 就是 为什么 今天警察或者是消防人员 在使用这样子一个 18支申戒 免职 我们认为是非常的不合时宜 而且非常的侵害 警销人员权益的 他这个东西的立法缘由 过去可能会觉得说 你要单身警察人员 你可能在人格 或者是操守上 要比人家高一等 大家可以去看立法院的解释 他立法院当初立法的 就只有这么一个简单的 一个条目 就是你的操守 要比一般的公务员 还要来得更高 但是我觉得 我们认为 这个东西是一个 非常吊诡的说法 因为他这样子吊诡的说法 好像是警察跟消防人员 才需要被严格的要求 他们应该要有更 比一般公务员更高的操守 然后更克服法令的精神 那这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说 只有警察跟消防人员 他必须要 去可检格的遵守国家的法令 不能有犯错的通奸 但是我们一般行政的公务人员 却完全不用 我们这中间 非常巨大的差别待遇 在高雄气暴发生的那当下 大家就有看到了 消防能力的不足 救灾资源的不足 公务体系里面 各式各样的人力不足 造成了你所应该 所执行的公安稽查 没有落实 没有完善 最后受害的就是全国人民 其中全国言论自由 它的价值就在于 它可以反应体制的不大 体制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的徐国荣先生 他在一路的一个救济里面 非常多的长官没有跟他站在一起 也希望我们背后的大法官 四百一大法官 可以站在一个 人权保障的一个最后的一道防线 来跟徐国荣先生站在一起 以我亲身亲力 因为在我职场当中 看到相当多的人 受到这种打压性处分 曾经我的学长 在半夜的一通电话中告诉我 他在这一个礼拜内 被连续记了21支申戒 即将面临免职处分 他是带着哭腔的 面对这样的一个优秀的警察 他完全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 警察人员将程标准中的 第六条有关申戒的规定 你可以发现这个申戒 规定是国民任意的处分 只要是你服役不准 态度不佳 或者是对外的表现 让长官感觉不好 他就可以处分你一支申戒 18支申戒是国民的亲而易举 今天我们的政府 用这种方式来打压我们 让我们劳权 我们有苦难有 我们应该用谁申诉 我们没有人可以申诉啊 这个是正常情绪 谢谢